从古至今,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来说,生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随着丧钟的敲响,末日的临近,人会越来越焦虑,直至崩溃,在绝望之中带着无尽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 除非碰上新皇登基大赦天下,方能逃过一劫,而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却做下了一件比大赦天下还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没有直接赦免死囚。 而是允许这些人暂时恢复自由,完成自己的遗愿清单,并约定好回来伏法的时间。 此等稀罕事绝不是空学来风,正史里就有名文记载。 这便是著名的唐太宗与三百九十名死囚定下死亡契约的典故。 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公元626年,李建成和四子联手想要将李世民逼入绝境。 此时的李世民正处在走向天子宝座的关键时刻,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 尽管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斩杀了自己的兄弟,但李世民并不傻。 他深知自己此时的处境并不轻松,刚刚登基的新天子,必须要尽快稳定局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于是,李世民开始谋划着如何化解这些潜在的威胁。 首先,他需要稳住那些旧臣,李建成倒台后,此前一直被李建成信任重用的那些大臣们,自然会对新皇产生戒心和不安。 这些人掌握着朝政中枢的大权,如果他们不肯为李世民所用,新王朝的基础必将岌岌可危。 李世民明白,要想快速夺得这些人的信任,单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 他必须以柔善攻坚,让这些老臣们自愿转头自己麾下。 于是,他很快便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名为魏征的臣子。 魏征,这个在当时被人誉为执剑大臣的人物,曾经是李建成最信任的幕僚之一。 虽然魏征在日后的统治过程中屡次犯上,但他却也始终是李世民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器重魏征,除了自身需要稳固朝堂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那就是魏征得到了同样不简单的靠山,李世民深爱的皇后,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不仅对魏征这个直言不讳的耿直之臣钦佩有加,甚至还多次在关键时刻为他撑腰。 这样一来,魏征便在朝野中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即便有时触犯了李世民的龙言,也能凭借长孙皇后的面子。 逃过严惩,李世民虽然曾经对魏征的直言不讳,感到恼火,但最终还是没有真心责罚此人。 毕竟,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需要的不只是武力和手腕,更需要忠诚的谋士和贤臣。 而魏征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不仅助李世民一臂之力,更成为了他最重要的谋划者之一。 可以说,魏征对于李世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忠诚的谋臣,更是一个可以倾诉忠诚的知心好友,尽管两人在政事上时有争执,但正是这种君臣情义,使得李世民得以在登基之初就迅速稳定了局势,开启了盛事的序幕。 就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朝野上下对于他的统治还存有诸多疑虑和不安的时候,他便下令释放了390名死囚,这一看似出人意料的举动。 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一个刚刚篡位成功的新君主,李世民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强硬的统治手段,彻底摧毁任何反对力量,但他偏偏选择了这种看似一时冲动,却实则深有算计的做法。 这390名死囚,本该是要在元旦时被正式处死的罪犯,但李世民却偏偏在除夕置业,下令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家过年,并约定在年后再次返回接受处置。 这无疑给了这些人一次难得的翻身机会,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这一做法表示了质疑,毕竟,这些人既然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李世民为何要如此轻易地放他们逍遥法外? 一旦这些人都逃之夭夭,那么李世民难道不是白白放走了自己的潜在威胁吗? 但李世民却并没有被这些顾虑所束缚,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新任君主,自己迫切需要在百姓中树立一种仁慈的形象,这种放生的做法,却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就获得百姓的喜爱和信任。 所以,当这三百九十名死囚如期返回,并且个个都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城楼之下的时候,整个京城都沸腾了,人们无不为之惊叹,纷纷称颂李世民的宽人之术。 这种举动,无疑是在向所有人昭示,作为新任天子的李世民,并非只有一个冷酷无情的一面,更有一颗善良慈悲的心,这一放生的计谋,也为李世民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此后不久,他更是大幅减少了死刑的执行,并大力提倡科举选拔人才,为百姓谋求利益。 这一系列作为,无不反映出李世民对于稳固统治的独到考量,通过上述种种,李世民终于稳住了登基初期的风云变换,逐渐掌控了整个局势,此后,他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开创了盛世的大唐帝国,首先,在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后,李世民便开始广纳贤财,重用那些有才干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与魏征的这段不同寻常的君臣情谊, 尽管魏征曾经是李建成最信任的幕僚,但李世民并没有因此而对他有丝毫的偏见,相反,李世民非常欣赏魏征的直言不讳和远见着实,因此,不仅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反而大力提拔和重用了他,这样的做法,无疑让那些原本对李世民不太信任的旧臣们,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毕竟,一个能够舍己未公,不受承见束缚的君主,才是真正值得拥戴的明君,此外, 李世民还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那些出身寒门的百姓们提供了一条通往仕途的大道,相比之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入朝廷效力的局面,这样的改革,无疑让更多普通百姓也有了实现理想的机会,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政策,无疑进一步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信任,毕竟,作为一个信任天子,能够如此体恤民意, 自然就会在民间留下良好的口碑,在这种良性互动之下,李世民最终成功开创了大唐的贞观盛世,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帝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盛民的强国之一, 这样一个成就,也深深刻印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李世民从一个血腥登基的新君主,逐步蜕变成为人们心目中伟大的明君形象,这无疑是他智慧和气度的最好证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在登基之初所采取的放生政策,其实是他一个更加长远的谋划,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种权益之计,用来赢得民心,但实际上,这背后蕴含的, 却是李世民对于统治之道的深刻理解,一个君主如果只知道以威权统治,而不懂得事实施展仁慈, 势必最终会陷入民心涣散的困境,而李世民恰恰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登基之初就开始谋划如何以慈悲来抚慰民心,为今后的统治奠定基础, 这种慈悲的背后,其实是李世民对于统治哲学的独特理解。 他深知,一个君主要想真正赢得百姓的拥戴,光靠武力和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相反,他需要以一颗善良宽容的心,来化解民众对他的戒备和猜疑,这种愚权和人的平衡之道。 正是李世民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人民所公认的伟大君主的关键所在,通过巧妙地运用慈悲来化解民心,再以威权来维护统治。 李世民最终成功开创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盛世王朝。 这样看来,李世民的这一番放生之举,其实蕴含着他对于为政二字的深刻理解,一个良好的君主,不仅要有睿智的政治头脑,更需要一颗宽厚仁慈的心,只有兼备了这两者,才能真正成为一代明君。 当我们审视历史,用现代的视角去评判那个远去的时代,常常会产生古人不如今人的感慨,但事实上,历史往往都是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 李世民的统治过程中,无疑存在着诸多争议和质疑,但正是在这些争议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帝王形象,李世民这位帝王留给我们的启示时,一个纵然在权力的角逐中不免然有一些巫星。 但最终却能够以宽人的智慧,造就了一个盛世王朝的男人,或许这就是帝王知道的真谛所在吧。